25号一早,美国宇航局的摄影师就踩点安置定时和遥控摄影设备,为拍摄发现号的发射升空做准备,而远处的发现号航天飞机也已做好了发射前的准备。 佛罗里达州从6月进入飓风季节,据悉26号天气不好阻止发射的可能性是40%,如果26号发现号能按计划发射,这将是2003年2月哥伦比亚号空中解体以来美航天飞机的首航。 发现号13号因液氢燃料传感器出现故障被推迟发射,宇航局决定26号再度尝试发射,因为技术人员在检查了所有环节后,认为所有可能导致故障的隐患已经排除。 宇航局希望发射前在燃料箱加注燃料时能进行更多检测,找到传感器问题所在。 时隔两年半,美国航天飞机重返太空的计划能否成功? 本台新闻频道将与您一同关注,敬请收看今晚10点开始的直播节目。 30个月前,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航途中失势, 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。 两年半后,发现号航天飞机再次踏上正程。 7月26日22点,新闻频道与您一同关注, 多次推迟发射的发现号能否顺利升空? 6月28日11月20日 20分钟,新闻频道理谈指数 1月30分钟,新闻频道理谈指数 20分钟,小科学位在与您和声中 9月28日,verson,我们下期中的 side 前期尽品转疫力辞开